云林北港有位传统艺师吴登星 四岁开始学习武师武术 小小年纪就能掌握精髓 在继承父亲吴延林一波之后 便扛下了师头传人的纵折大任 目前他才30岁 不仅已经是武师运动的教练 制作的师头更获得了云林瑰宝奖项的肯定 跟着我们的镜头带你一起去认识这位年轻的民俗专家 这么花燥的台南师 在云林北港传统艺师吴登星的手里 充分展现灵活 也表现出师头的特色和精神 像不同的师种 它的手腕运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制作上 要符合人家手腕运用方式 还有师力点的运用方式 如果你做出来的师头 跟你实际使用的师力点运用方式不一样 那其实是不好的 四岁就在武馆学武师 古中才开始跟爸爸学制作师头 15年来 经过自己不断的研究和学习 虽然剧作过程繁琐和紧密 但吴登星对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谨慎 其实每一只师头对一个武馆来说都很重要 他们那个武馆 一整个村庄可能只有一个武馆 他们一个武馆只有五那只师头 那只师头对他们来说都重要 所以你要完全把它投入 你要用心去把它做好 吴登星表示武师包含所有全路 为了让武师者能够省力又灵活 他不断地专研各种武术套路和各地师头的制作方法 用心程度每一颗师头上都看得见 新航亚太电视料理分成月秀 台湾云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